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乃大宋朝 圆一那可 我日日日後 已關闊者港 我恨而來 為正義 自在甘迷 我日日日日日 自在甘迷 我日日日日 自在甘迷 我日日日 萬歲都發抖 我日日日 無歸連香港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保護香港 自在甘迷 保護香港 自在甘迷 保護香港 自在甘迷 大宋朝 圆一那可 大宋朝 圆一那可 不要共同 只要同兵 各位戰友 網友 大家好 這裡是戰友之聲 粵語頻道 Voice of Go Media 今天是2019年10月4號 由文鋒為大家做新聞簡報 第一則來自立場新聞 標題 政府消息 《禁蒙面法》最快民生效 為例最高監禁一年 行政會議今早召開 特別會議 會上將討論引用緊急法 賦予權力 盡快頒布 《禁蒙面法》 羅范淑芬等行會議成員 今早已抵達特首辦 《星島日報》 引政府消息指 行會今日 若通過規例 易經公布後 週六起就生效 報導又指 《禁蒙面法》頒布後 為例者最高監禁一年 報導又指 10月1日後 特首林鄭月娥一連兩天 與律政司司長鄭若華 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舉行閉門會議 為引用緊急法做準備 《禁蒙面法》規定的法則為一年 條例將禁止示威人士 在遊行集會期間 遮蔽全部或部分面容 但規例亦設有豁免條款 包括因病而戴上口罩 即可豁免 下一則 來自《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 聯登仔發起反緊急法遊行 太古有 戰英皇道 吶喊 蒙面無罪 政府已推出 蒙面法禁止示威者蒙面 以達到直暴治亂 今早便召開 特別會議 廖江通過緊急法 頒布蒙面法 由網民發起快閃活動 計畫在今日中午12點30分 到全港多區集會 呼籲參與者蒙面或戴上口罩 以響應全民口罩日 向政府表達訴求 14點10分 有參加集會的市民表示 政府推出蒙面法 對局勢不會有任何正面幫助 只會激發起更多市民上街 指出市民戴上口罩抗爭 只是保護自己 以防被政府秋後算賬 而蒙面法則正正表明 政府一定會向市民秋後算賬 市民又稱 即使蒙面法生效 也不會阻礙他們上街示威 否則便會白費多個月來的抗爭 令受傷手足的付出付諸流水 他們認為 抗爭市民連暴動罪都不怕 才不會懼怕刑罰更輕的蒙面法 況且當數十萬市民一起蒙面上街時 警方在執法上亦有一定困難 過千名市民響應中環反緊急法遊行 隊伍佔據必打街路口 下一則來自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蒙面惡法 雙重待遇 警員或豁免執勤可續蒙面 同時用截察權可要求蒙面市民除照 蒙面法將於午夜起正式生效 條文中列明部分人可豁免 當中包括若人身處有關集結、集會或遊行中 正從事某專業或受雇工作 而為了保護自己人身安全而蒙面 技術合理辯解 可做免責辯護 相信一位警員在執行時蒙面可受到保障 但未知現場採訪的記者是否在豁免之列 而條文一列明 若警員合理地相信 身處公眾地方的人使用蒙面物品相當可能阻止辨識身份 則可截停該人 並要求他除去有關蒙面物品 令警員能夠核實該人身份 如拒絕除去 則贖犯罪 可處第三級罰款即一萬元即監禁六個月 下一則 來自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 蒙面惡法 網民出其招另類方法反抗 化妝 扎頭髮 繼續遮面抗爭 政府為研究用更有效的方法直暴治亂 以推出蒙面法禁止示威者蒙面 政府今早召開舉行特別會議 料將公布引用緊急法所賦予的權利 頒布蒙面法 雖然蒙面法或會令部分市民恐懼 但仍有不少網民毫不擔心 甚至創意十足 動動腦筋 想出用頭髮 化妝 甚至是牛皮膠脂 將自己的樣貌遮掩 繼續爭取訴求 下一則 來自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 蒙面惡法 香港人權監察 引用緊急法 立法將香港推向人權災難 政府廖金武公布首度引用緊急法頒布蒙面法 香港人權監察發表聲明 強烈反對港府引用殖民地時代的惡法 建奪立法會權利且強行定立蒙面法 單方面禁止市民在遊行集會中蒙面 是非常無理和不公平 更欠缺法理基礎 必將引起更大的法治和社會政治危機 將香港推向更加無法挽回的人權災難之中 下一則 來自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 網傳謝警司妻子做移民間 網民判全家流港 之風向華盛頓告密 過去近四個月 警察不但濫暴升級 更多促設縱容黑幫恐襲平民 全程震怒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震中 在記者會為同袍暴行護航 甚至美化挑釁或襲擊平民地稱警者為市民 網民敘指 謝瑟在每日的四點中 記者會表述得非常開心 這麼多的辯護理由 他和他的家人應該繼續留在香港 為中國做事 有沒有人可以幫他 此天文璇際在網上瘋傳 不少聯登和高登巴斯都希望有人幫幫謝警司 美國國會正審議《人權民主法》 希望立法制裁損害香港人權和民主的官員 而經常與記者會為警報漂白的謝警司 自然成為網民希望被制裁的對象 有網民昨晚3號在Facebook群組發文 揭露謝警司妻子在美國做移民間 有conditional green card 綠卡 每年暑假去美國 以符合領取永久綠卡的要求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迅速回應網民訴求 在Facebook稱 已跟華盛頓那邊說 希望鼓勵謝震中全家世世代代留在大灣區 做個勇敢的中國人 下一則 來自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 股會示況不斷更新 林鄭推蒙面惡法 港股點322點 上午9點20分 港股高開59點 報26169點 H指高開34點 報10255點 主板成交41億元 上午11點 上午11點50分 港股由升轉跌133點 報25976點 H指跌40點 報10181點 主板成交327億元 下午2點12分 特首林鄭下午3點見傳媒 消息指 消息指 將引用緊急法 頒布蒙面惡法 港股跌幅 進一步擴大至488點 報25622點 H指 跌153點 報1067點 主板成交460億元 下一則 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 區選 光復香港 民主建制 兩大黨 增兵 聯登仔 一軍突起 今次區選 是反送中運動以來 首場大型選舉 民主 建制 兩大陣營 都嚴陣以待 兩陣營的兩大黨 民主黨 和民建聯 都派出 較上屆略多的人士參選 與此同時 在聯登仔 及反白區運動多方號召下 不少素人都到場應戰 令現實全港452個選區中 只餘下5至6個白區 未有民主派人士參選 隨著區選提名期正式展開 多個政黨陸續公佈參選名單 這次選舉另一焦點在於大批素人落區 到區參選 由網上平台 聯登發起的區選平台自由系 約有30名社區主任 積極投入地區工作 當中不乏專業人士 包括大律師 科研公司老闆 藝術工作者等 而部分素人更深入 過去沒有泛民開發的 香蕉地區 選擇在黑市立盤距的 上水香蕉 十八香等地出選 不過 反白區熱潮 亦產生了壯區問題 仍然在協調中 下一則 來自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 旗底網 違禁令 以四域名 復活 神秘人 930 連夜貼記者 私隱 接招 早前 網上出現 旗底網站 即人肉搜索網站 圖文並茂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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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蘋果日報 限職或前雇員的個人資料 蘋果9月中已取得法庭臨時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披露員工私隱 為禁日網站 紫灰復燃 以海外域名登記 並繼續列出記者私隱 設違反禁制令 有人更列印相關資料於9月30日凌晨到蘋果附近張貼 被閉錄電視鏡頭拍下 蘋果已就事件報警 並向警方及個人資料私隱公署查詢 公署回覆指 登記俄羅斯域名.ru的涉事網站已停止運作 基於個案明顯觸犯私隱條例第64條 公署已及時將該個案交於警方做刑事調查 包括偵查試涉網站運營者的資料 以及考慮提出檢控 下一則 蘋果日報的新聞 黃楚彪中學已告密 惹過百街坊圍堵 助理校長鍾智欠 黃楚彪中學學生於10月1號中國國慶日前夕 30號在校門外罷課 學生遭遲鈍警員搜身並企圖搶走電話 事後警方證實 因接獲學校資源報案所以到場 令東沖區內學生及街方嘩然 近百人週三 2號下午 圍堵黃楚彪校門 要求學校交代 事件優擾至夜晚 涉事洪信助理校長 中當場致歉 不過有罷課學生向蘋果透露 校方向罷課學生家長表明 就算收到家長信 逆不接受學生罷課 一概做曠課論 須記缺點處分 下一則 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 槍轟學生 刺警協 耍賴 赤公院醫生組織 無資格批評警行刑組施救 警方於10月1號 在全灣近距離 以實彈槍擊一名示威者胸槍 當晚 深夜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發表聲明 強烈譴責警方行徑 與行刑無異 四個警務人員協會發聲明 反駁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聲明 指該協會譴責警員去意開槍 是超越本身專業範疇 歪取事實 顛倒是非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宜表示 對四個警務人員協會的聲明沒有回應 強調 公道自在人心 下一則 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 槍轟學生 赤警報 清竹難書 仍獲臨證包庇 教育界聯署促懲處 兼改革警隊 18歲中午生 曾志健於10月1號 遭警員實彈射中 左胸川肺 今被控一項暴動罪 及兩項襲警罪 由教育工作者金武發起 譴責警方暴力鎮壓聲明聯署 譴責警方暴行及特首林鄭月娥包庇縱容 商明指出 警察使用的武力自6月起不斷升級 身為香港教育工作者 作育英才 照顧學生身心成長 是我們應盡之意 故此 我們對於警方在10月1日 以實彈近距離槍擊學生等暴行 以及特區行政長官的包庇縱容 予以強烈譴責 聲明促警方 馬上停止使用過度、不對等 以及不必要的武力 以檢討使用武力指引 尼莎是2019年10月4日的新聞簡報 版策 局、任務